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呢 民进党就要把这个目标瞄准北台湾 他们也算了一下说北二都只要输是在十万票以内的话 那蔡英文就一定会赢 好 接下来蔡英文到底该如何挺进大安息以北呢 三只小猪的气势可以继续的延烧下去吗 而马总统又要如何逆转情势呢 好 这几天啊 府院高层在公布了不分区名单之后 连续两天出手 一开始先推翻了马总统他自己之前亲自拍板定案的老农津贴 接着又很快的撤换了圣志人 积极如律令的要挽救他下滑的选情 那这么做到底有没有用呢 而圣志人下 曾志朗上 英文界人士就批评说曾志朗根本不了解英文的环境啊 如何能够救火呢 好 另外呢 马总统亲上火线 强调说今年九月十号他绝对没有密会组投陈英柱 还炮轰民进党说是他们刻意造谣抹黑 但是马总统说不会对周刊提告 为什么不告呢 有人认为说不告的话就代表心里面根本有鬼 是不是心虚啊 但也有人认为说如果总统告媒体的话 其实对他没有好处 到底该告还是不告 我们稍后也来听听观众朋友的看法 我们一起讨论 好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是前亲民党立委陈正胜 委员好 大家好 东吴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罗志正教授好 亲民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民进党发言人庄瑞雄 议员好 亲民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民进党发言人林俊宪 发言人好 亲民好 大家好 好 另外还包括了台联台北市议员陈建明 议员好 朱喜琳 大家好 好 稍后前民进党立委郭正亮 他也会来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一起讨论 好 我们先来看看在今天的最新的情况 东部在前几天连日来的豪大雨 造成了花东地区严重的损失 马总统昨天他临时取消了北部选举的行程 连夜飞到了台东去勘灾 一大早也冒雨在视察释迦田 但其实昨天在白天的时候蔡英文就到了 等于是蔡英文前脚刚走 马总统随后就到 我们带来看看昨天的情况 现在已经掉了 掉了 我都分一颗两颗 皱着眉低下头 马总统表情沉重 连日大雨让台东世家烂的烂坏的坏 拨开发霉的世家 闻一闻马总统紧急开出支票 这个世家是同一种情况 前一天晚上马总统临时取消北部行程 晚上十点连夜飞到台东 先到县府听简报 一早再取消建国百年路跑活动 增加行程访查世家田 其实同一天上午对手蔡英文才刚到台东 同样在世家田里关心农损 马总统会不会跟得太紧 我是在三天前看到了这个农省的情况 就请农会主委 农会主委 这个前天就下来了 勘灾完火速又飞回台北 原定九点要到大同区替周首讯站台 却迟到了四十分钟 只待不到十分钟随即快闪 接着再赶到士林 参加北市晋总成立大会 也是大delay将近半小时 却不忘抓紧机会 曾经密会主头争议 我真不知道 蔡英文主席 为什么会让他的发言人做这样的事情 这样给人家的感觉呢 不是民主进步 是民主堕落 对不对啊 对 急着把焦点转到蔡英文身上 不知道是不是民调交叉紧绷 让马总统脚步大乱 行程更乱 三立新闻总统报导 好 马总统说的发言人就在现场 待会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讲 好 不过也来看看蔡英文主席 他今天上午的行程 他到台中市 致辞的时候呢 他就提到说 这个执政者的失败 才会有罗宾汉出现 那么对于马总统连夜到台东去勘灾 他怎么反应呢 他是说执政者要有观察力 不要只会事事跟进而已 好 另外在场外 还有八十几岁的阿嬷 送上了小猪铺满 力挺蔡英文 我们也看看今天早上的情况 蔡英文一进场 立刻收到支持者热烈 欢迎抢着跟他握手 好不容易到了台上 突然有一名83岁的阿嬷 举起手中的小猪铺满 不断紧上台 即使行动不便 阿嬷还是坚持要亲自送上小猪 力挺蔡英文 抬上了蔡英文好感动 而对于马总统所说 罗宾汉是行侠仗义 不会造谣抹黑 暗讽蔡英文放任民进党抹黑马总统 蔡英文炮火全开 只有一个执政者的失败 才有罗宾汉的出现 才有人民期待罗宾汉的出现 对于连日来的豪大雨造成台东农业灾害 蔡英文早上勘灾完晚上就传出马总统取消行程 改到台东勘灾 蔡英文痛批执政者应该要有自己的观察力 选战将近 蔡英文陪同台中市的立委参选人 一连参加六场立委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决战中台湾的意味浓厚 力拼立委席次过半 还要赢得总统选战 三雄 游彦慈 陈炳豪 翁新丽 SNG小组 台中报道 好 刚刚看到这个阿嬷 力挺 蔡英文还给了她一个小猪铺满 好 这个小猪风潮持续在发酵 像是民进党新北市三重区立委参选人高志鹏 她今天成立了北部竞选后援会 现场当然来了很多的同志乡挺之外 还准备了一大箱的小猪铺满 同时蔡英文她是在11月23号当天 预计要到中选会去登记参选 到时候也会有小猪来助阵 而马总统则是在11月21号要抢头香 也就是明天 那么同时也找来了青年团陪同 好 那么现在大家也在想说 宋楚瑜到底什么时候登记 到目前据说是还没有决定 好 我们刚刚看到是在这两天的情况 我们现在讲讲有关于台东的部分 好 台东这连日来的豪雨 当然也看到这个农作物的损害 真的是蛮糟糕的 那我们看到是马总统 还是在蔡英文去了台东之后 连夜再飞到台东去 好 也就是说感觉上是一种 紧迫钉人的战术 那现在是他们也不担心被人家说 台乘地摆吗 好 我先请教一下庄议员 其实马总统到台东这个一个行程 我们也觉得有点意外了 他本来没有规划是在台东 他看到蔡主席蔡英文到台东去以后 本来他是没有在东部的 他把蔡英文骂了一顿以后 他自己又飞到台东去了 这个其实我们从几个现象来看 当初民主金部党提出十年正纲以后 马总统他们去推出一个叫黄金十年 我们也不会认为说 他一定是说亚英对白 本来他就该提出他一个政策 可是呢 让你会觉得很怪的就是说 只要对手有什么 他自己再来反映些什么 十年正纲我们提了他 他弄了一个黄金十年 我们弄一个非核家园以后 他也跟你讲说 我们要如何如何让台湾的 核能的部分更安全 这个部分他也去提了 国光石化我们去反了以后 他后来他也认为行政团队 该把他的政策该做一个转变 所以我们会认为说 这个政府如果说 什么事情都要跟在在与党后面的话 那要你这个政策党干什么 干脆 既然现在蔡英文的政策 国民党他会来跟 会想要来学 那民众可能认为 我就算你蔡英文就好 所以我倒觉得 马总统这一阵子 我是认为他有一点慌 他今天到台东去 昨天嘛 昨天这个行程 昨天晚上 我们本来昨天是在板桥 我在那边叫卖那个橘子 你看这个中部那个龙笋 就三亿多 昨天我在板桥那边 镜总我卖了三千斤 刚才一千块 一块三斤 我卖完以后我把它算过 可以卖到五万块 五万块如果真的站在那边叫卖 要卖到那前几天的龙笋 要三亿多的话 我要站在那边卖六千斤 我要每天在那边叫叫叫叫 卖二十年你知道吗 所以一个政府你到底有没有把农民 他真正他的一个损害 把他放在心里头 去了我们认为说他也有那个心 可是重点是说我们会认为说这个政府 为什么常常他都是慢半拍的 而且是要被对手去刺激以后 他才会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反应 前阵子大家在谈三一六 现在 马团队他的改变 在野党民进党你说一千 我们就来加一千好 但重点是说 虽然事后大家的主张都是一千块 可是我们在回顾这样一个过程里面 打工就把我们打 打工三一六是最公平 你们打到一千 我们这是一粒老人 变三粒老人 也是于事无补 把我们骂完以后 倒觉得说 我没说抱歉 你还没来对你一千 天哪有这样的一个政府 让我们会觉得说 有点突兀 我相信政党跟政党之间的一个竞争合理 可是民众会看说 竞争在过招的一个过程里面 这个执政党未免有点方腔走板 对人就没要紧 但是要对的过程里面 烧麻不好的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要摸摸摸 对了摸不对了摸 我们拿出来后你先摸好 你丢你丢你丢你摸 走后没办法还跟着摸 公高出来跟摸 摸摸之后 不过是那 摸一千 牙都一千 说这为了照顾农民 而且还加码 所有的社服全部都调 这个政府乱掉了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一次的一个选举里面 民眾要的不是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做了些什麼 而且民眾可能想說 這個過程 兩個政黨來做比較的時候 人家說你用看報告手 最重要是說 他這一票要檢驗 我四年前 你給我提出來的一些政策 你有做到嗎 我四年前我投你一張票 那現在四年後 我要開始來檢驗 你把它想想看 這一次的民調到現在 我們所看到的 其實我這幾個禮拜來 我一直在講說 這場選舉真的是膠著 國民黨他認為說 不然我們穩操勝券 你就好吧 你要這樣子認為 自我感覺良好 你就穩操勝券吧 至少現在這樣的一個焦軸 讓我們看到一個現象 上一次 國民黨是大贏民進黨 兩百多萬票 那代表這兩百多萬票 跑掉了 不曉得跑哪裡去 我想我一晚跟 你跑去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跑到親民黨去 那重點是說 民進黨現在民眾有所期待 一個執政黨 你不能每次都在勾勒願景 是現在民眾要檢驗你的過去 只有在野黨 兩個在野黨來參選的人 民眾才會去想說 這個願景到底有沒有辦法達成 可是對這執政黨來講 你不要全部都跟他們畫大餅 民眾還是要檢驗過去 提出來的主張 到底有沒有對線 好 執政黨我們選你出來執政 結果有很多的政策 或很多的做法 都是 人家在野黨都有想到 結果你看到說 別人這樣做 你就跟著照做 那現在可能是不是慌了 所以採取這種緊迫 盯人戰術 也不擔心別人說 你 因為已經沒辦法 好 那我們看到 是不是 真的是已經慌了 我們看看民進黨 現在決戰點 已經挺進了大安息 好 這是民進黨 他們做的一個評估 裡面是講到說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 最近聲勢不斷的上揚 民進黨評估說 在中台灣已經呈現領先 決戰中台灣的決戰點 已經要從這個彰化 跟雲林交界的濁水溪 北宜到苗栗跟台中交界的大安溪 好 民進黨12月下旬的時候 要展開全國超過30場的巡迴大造勢 將加強中台灣的場次 新北市因為人口數最多 至少會辦三場大型的活動 同時呢 民進黨評估說 南台灣將會大贏 中台灣小幅領先 北部應該還是馬英九占優勢 而蔡英文核心目瞭就說 小英再拉2%的話就會贏 其中呢 北二都只要輸在10萬票以內 蔡英文就一定會贏 好 他的核心幹部也說 小英在南部的聲勢 比阿扁尋求連任的時候 還來的熱 中部地區呢 彰化縣小英也領先 但評估當地總統跟立委選舉 將出現分裂投票的效應 南投因為是吳敦義的故鄉 估計會小輸 大台中市長 泰德中市 這邊原本屬於台中縣的部分 目前是領先的 希望能夠贏馬英九超過3萬票 原本台中市的部分呢 則希望能夠打平 整體來說的話 中台灣目前是領先的局面喔 好 所以現在怎麼樣 這個決戰點已經從過去 大家說了 濁水溪已經挺進 往北走 到了大安溪了 好 所以現在 中台灣真的是已經穩了嗎 我也請教一下 來 辦人 由最近的民調來看 台灣做民調的相關單位 有媒體說不分藍綠 很少像最近這麼有共識 就是說馬英九跟蔡英文 幾乎都是拉平 拉平的話我們要看它是怎麼來的 馬英九是由領先兩位數 慢慢掉下來 蔡英文是一路拉上來 那這個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氣氛 那也非常符合現在社會的氛圍 大家都有一個期待 可能民進黨要再執政了 台灣要出現女總統 蔡英文可能會當選 包括中時 聯合 包括新新聞 包括TVBS 包括李陽證券 包括AIT 所有我們看得到的民調 大概都這樣 包括未來世界的交易所 那所有的民調裡面 為什麼會這樣拉近 其實最明顯的區域 蔡英文在哪一個區塊 民調進步最多 就是中張頭 馬英九在哪一個區域 民調調最多 也是中張頭 所以在這個地方 幾乎就是拉平 那甚至於在某些民調 蔡英文才領先 所以現在的看法就是說 已經不是南台灣了 已經在往中部來了 從左傑西往北到大安西 那這種氣勢的轉換 2008年也曾經有 那個時候的相反 2008年是馬英九 他跨過佐水溪 那時候是馬英九 一路從北攻下來 民進黨承受很大的壓力 佐水溪以南 2004年 陳水扁贏了75萬票 到2008年 馬英九只輸7萬票 而且在都會地區 台南市跟高雄市 馬英九都贏 都贏現行田 所以那個時候 馬英九等於是 人民的希望之所系 大家把很多的對未來期待 放在他身上 那最近的轉變 其實雖然有很多因素 但是我認為選民最優先考量的還是生活 我的生活最要緊 對 剛才我們的總理上議員 我們發言人說 他說他去賣柑橘 我們可以感受到 為什麼台灣的農民 這麼可憐 這麼辛苦 你種什麼就什麼 從香蕉 芒果 鳳梨 就沒有一個水果種出來 不崩盤 政府都不知道嗎 你都不曉得說 因為你一年栽種多少面積 那可能有多少收成 那市價怎麼樣 農民的成本大概在哪裡 馬英九那個農委會應該都算得非常清楚 因為都是他在輔導的 那從來 所有的崩盤的狀況之下 沒有看過農委會有任何的作為 他9574 從來都沒有啟動過 連香蕉調到兩元調到一元 那個批發價單拿到農委會主委面前 他還說沒有 沒有就金錢兩塊 氣得立委拿東西丟他 我們也發生過 這批發價格在你面前你也不承認 那所有的部會在忙著什麼 忙著選舉 總統也是一樣 行政院長也是一樣 他沒有在辦公的 所以你只能說 小英在台東 馬英九後面積極趕過去 如果總統沒有在上班 其實這段時間 國際上發生很多重大的事情 包括在法國開那個G.EOS的會議 在討論歐元差點崩盤 那個時候 你看台灣的總統在幹什麼 台灣的政府沒有針對 這麼重大的事情 有任何的看法或任何的對色提出來 都沒有 總統沒那麼生氣 現在總統已經開始跳出來 氣急敗壞 在打民進黨 所以我認為這都是一種氣勢的轉換 非常明顯 油高掉下來 還有油下慢慢的得到人民的支持 這樣上來 這個氣勢的對比 非常的明顯 非常的清楚 好 選舉有時候要看那個誰 那現在感覺上就是 蔡英文的這個勢是越來越強了 但是是不是現在真的可以從這個決戰點 從這個濁水溪挺進大安息 好 郭政安委員現在來到我們現場 郭委員你怎麼看 我覺得小英主要是她抓對主題 因為主題還是剛剛講到的 就是人民的生活困難 比如說物價都在上漲 剛才你米酒就給 那你整天都在宣傳你的米酒 那個人的感受差太遠了 第二就是 整個的相對的剝奪感 譬如說蔡英文這張三年 他幫財團減稅一兆五千億 老農年金只有八十二億 他說政府沒有錢 這個誰聽得下去 一兆五千億 他才八十二億 他跟人民的感覺在差太遠 他一開始跟你講 他沒有錢 結果民調撤下來 現在不是把香對白 是摸一個香爐來 大家都可以來擦香 我們八大團體 一百二十三億也幫你加進 現在通通都有錢了 張英文台東也說 三個龍筍立刻補助 他現在就是這樣 都對後面來 其實從金普聰 一路跟到日本 對到美國 他就是這種打法 可是他現在才開始痛 痛就是說 他才知道說人民生活很困難 那個相對剝奪感很嚴重 他現在就大家都對 因為他有錢 他執政 反正先開始講 可是我是覺得說老百姓 心裡有一把尺 譬如說君民爬他在說 他說其實雖然說你補助這一千 可是這是誰的功勞 引水思源嘛 誰先開始 誰會引發這個議題 對 我想老百姓心裡有一把尺 所以我是覺得說 馬英九如果這兩個月 其實現在的整個實際 也對他不太好 不然說高齊說 要把你給我八千五 看現在這個情形 我看要給我七千六百 以上也很困難 七千 現在 所以他問題很嚴重 所以我是覺得未來 他很可能會打負面選舉 其實現在就開始有點 負面選舉 就是抹黑對方 攻擊 譬如說這個 用作的事情 他現在都懷疑我們這邊來 我們引用一週刊 要說一週刊 就是你們自己的高潔 有所本就是那個本 你說什麼正義 你也沒有什麼正義 所以他現在已經整個都亂了 所以我估計 未來負面選戰會蠻多的 所以兩位發言人 可能皮要嚇得那麼厚 有啦 已經被點名了 好 那我也請教一下 盧教授 你怎麼看 就是現在呢 今天報紙上是說 蔡英文如果要挺進北台灣這邊 只要他輸不過十萬票的話 那一定會贏 因為現在估計就是說 可能在北台灣這邊 還是馬英九比較佔優勢 但是如果說 蔡英文輸 不要說輸超過十萬的話 那一定就可以贏得總統的寶座 是這樣子嗎 其實以新北市來看 將近三百九十萬人口 投票稅是全台灣最多的一個地方 所以你只要一個角度來看 絕對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決戰點 現在這個趨勢 剛才2008年剛才電都變 2008年的時候 相對來民進黨是比較低層的 國民黨氣勢很高 一個超級的偶像 所謂的馬英九 現在剛才電都變 整個世紀 你看看 有多少國民黨的候選 敢跟馬英九的看板 真的掛著會 大家想到想不到 還更重要了 幾乎民進黨的每一個候選 都很樂於跟小英掛在一起 希望這個小英 但是母雞 能夠加持 帶動小英 實際上還有一個民調很有趣 就是幾乎所有個個別分區 立委候選的民調 發現一個事實 小英的民調 都高於立委候選的民調 甚至高於民進黨的民調 這代表想 小英個人的人氣是非常高的 由他來拉撐整個立委候選民進黨的 加上拉撐整個民進黨 所以整個看小英的人氣是不可擋 而且是從南部一直往北走 所以你看整個中央黨部設計的 這個所謂的選戰的策略是正確的 先從台一線 從平東起來 往中部 往北部 然後來台九線 東部 東部也出現前所會有 最熱鬧的一個造勢場 對吧 還有重點 桃竹苗 台三線 二家票 所以整個中央黨部 還是說整個競選團隊 那個策略是非常健康的 每一塊走得很踏實 接下來這個三隻小豬的效應 讓每個人都有參與感 其實外國每天 觀察台灣的選舉 我們常講 當局者迷 旁觀者清 你看華盛頓郵報說了一句話 就馬上點出問題了 小英是台灣的羅賓漢 女羅賓漢 什麼意思 他看到台灣的問題就是 貧富差距越大 相對來講 監獄對好好的人的照顧 跟對善者的態度 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看到了 小英是一個劫富濟貧 要幫助窮人的一個羅賓漢 現在看到沒有 馬英九突然之間變成說 這個羅賓漢從來沒看過這樣的 所謂陷害中良 還有這個所謂抹黑的羅賓漢 他不會說 問題的癥結 不在這個羅賓漢 是那個王子 他對人民的欺負 然後把錢都收刮 讓人民痛苦 才會出現羅賓漢 所以馬英九事實上就類似 他幫助好人 來吞打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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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 他就說要購漢 現在好像突然不見了 突然不見了 中斷了 如果購漢我建議他到農民的家裡住住看 看看紅農民現在生活 沒有上市的效果了 沒有效果 但重點是購漢的效果 維基解密就說他不喜歡 他不喜歡 他本來就不喜歡 他是不定義 所以現在突然之間要跑到台東去 我認為他也不喜歡去台東 因為台北比較遠 不得已 因為看到蔡英文去了 如果沒有進去 會去找門 所以只好跟進 所以我們看到是一個跟屁蟲的總統 他就走那隊 我擔心他是跟不上步伐 因為民進黨一直往前衝 一直往前走 有的他又不願意跟 非常簡單的 我們要推動非核家園 他就不會對 還要繼續讓核式運轉 本來跟上也沒關係 他又跟錯步伐 老農今天三八十六個 沒幾步了 好加一千 加一千還不夠 突然間要把八大其他的 特別的這個項目 也要全部加 那錢會對來 這才是問題 馬英九就台三年 已經就一條三千萬 三千億 平均一年就四千多億 錢要行嗎 是呀 相行 我們下一代要還 那現在馬英九突然間又要大撒錢 問題是 這個錢誰要還 所以我現在很煩惱 馬英九現在像散台蟲子 四價錢之後 未來這筆錢 後來會出問題 那你覺得北部到底怎麼樣 現在北部到底 小英在這邊 有沒有可能就是說 好挺進北台灣 然後輸不過十萬票 北部的差距 事實上在縮小當中 事實上看所有民調看趨勢 比如說中部已經過了 這個所謂的黃金交叉 但北部不論是台北市 也可以是台北市 基本上來講 已經慢慢在接近當中 那我覺得拉進到十萬是有可能的 尤其新北市甚至有贏的可能 因為過期的投票率 新北市長也不過七成多 總統拉到八成的話 我相信是有可能贏的 所以反過來講 最重點是台北市不要輸太多 台北市的進行總部位 但新北市是有可能贏的 對 所以如果這樣角度來看的話 我覺得整個大台北地區 扣我十萬票是有可能的 這問我保證一句話 我去騎台 他的對手 本來公車廣告的時候 要不要緊叫騎台蟲子 現在不要緊把他拿掉 立刻把它切割了 把它拆掉了 好 那所以我們剛剛講到就是說 現在 好 蔡英文要挺進北台灣 那當然在這個 北台灣的部分的話 現在大家評估是說 新北市民進黨是有可能贏的 所以呢 是不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馬總統這邊 又找了一個人 來當他們的顧問團的團長 這個是誰呢 這個人是周錫瑋 承襲了一年 周錫瑋回來了 他要出任馬無新北市 顧問團的總團長 周錫瑋說 曾經有人問他說 連縣長都沒得做了 為什麼還要挺藍呢 但是他感恩過去 國民黨17年來對他的栽培 所以一定要站出來支持馬英九 那麼所以他就呆完全程表達力挺 那麼周錫瑋也說 大家罵馬總統的時候 馬總統都不罵別人 這才是真正民主風範 他呼籲大家支持真正有能力 不會巧言令色的人 支持家裡有周美清 隨時教他小地方不要犯錯 有如此美滿家庭的馬英九 這個我就要請教一下陳委員 因為周錫瑋 他過去也是你們親民黨的 而且他過去跟宋楚瑜的關係 也滿好的 然後上次沒有辦法選縣長 現在還是回來了 他就說 因為他非常感謝國民黨 對他17年來的栽培 習偉兄請你拿出原來我們在一起當同事時候的赤子之心 馬英九不罵人嗎 剛剛那個VCR他有沒有在罵人 他把民進黨說成不是一個民主的進步 而是一種民主的墮落 自己的墮落栽贓到民進黨的墮落 這不是罵人嗎 老實講那是很缺德的事情 習偉兄請你拿出良心好不好 不要亂停 這個話題還有續集 所以我今天就不講了 習偉兄請你拿出良心 拿出過去我們當同事時代的良心 這是第一點 再過來 我最近在台北市的精華區 大安區在走動 我聽到有一些老伯伯 還衝心耿耿的停馬英九 剛剛我來之前的十分鐘 還有一個老伯伯拉著我不放 我說對不起我要上三立現場 拜託你在那地方 都幫馬英九講幾句好話 我說我不可能 伯伯你請你今天一定要看我的電視 我要告訴你 馬英九是什麼樣的人 他說他什麼樣的人 我說他會把台灣搞垮的人 他說會這樣嗎 我說你聽我講 第一個治國無方 治國無力 把台灣的競爭力 從你接棒的時候到今天 越來越往下沉淪 你的所有競選的這個政見 完全沒有一張是兌現 而且統統都是跳票 所以我拜託馬英九 請你拿出良心 交棒吧 交棒啦 趁著現在國民黨 趁著現在選委會還沒有辦你登記 你要換總統還來得及 好不好 我拜託你拿出良心 換總統還來得及 表現你的擔當 為你這四年的作為 要負起完全的責任 第二個 馬總統做事毫無原則 剛剛各位先進已經提到了 你對農民的體恤 用316來給人家鼓勵鼓勵 請問316提出來的時候 你是大肆發表新聞 我們經過多少科學邏輯 以及數理的一個評估 316是非常非常公道的一個數字 好 著非今世還是著是今非 現在你幹嘛 跟著林家總要調尾一千塊 你此話又從何說起 所以你毫無原則 再過來馬總統你亂無章法 老人說台東的這個世家已經爛掉了 需要勞駕你貴為總統之尊 到那地方去看世家爛掉嗎 你簡直是把總統當村裡幹事來幹 那是村裡幹事的事情 村裡幹事要把災情往上提報 你自然有那個國家的制度 來對農民進行體恤 進行補償 怎麼輪得到你總統 所以你覺得他不應該去看 你如果認為你應當去看 過去三年你為什麼不看 過去三年台東的世家 面臨風災面臨水災的災情 有剩於今天的這個樣子 你去了嗎 你什麼時候去過了 為了選票選舉到了你才去 亂無章法 最後我要說 你真的是失去了總統的高度 老人講我們選你當總統 就是要你發揮您的魄力 您的能力 把你的臨時政的團隊 好好的在於發揮 過去陳水扁做不到的 你要做出來 過去陳水扁被大家詬病的 你要解決這個重逃覆策的 這樣的一個腳步 有嗎 你有嗎 老人說這三組總統候選人 只有你馬英九因為貪污案被起訴 小英有被起訴嗎 宋楚瑜有被因為貪污案被起訴嗎 通通沒有 所以你不要再把青年掛在嘴上 你是一個最不青年的總統 老伯伯你聽懂了嗎 老伯伯應該也聽到了 你聽懂了嗎 好委員 那你剛剛說周習偉回來這個事情 又有續集 這是什麼意思 大概給我們預告一下 來 我先預告一下 這麼一位每次總統 這個縣市長評比的時候 都是包辦島素最後一名的 現在去幫忙馬英九 馬英九你也會變成三個的島素 島素第一名 幫倒忙就對了 他這形成這樣 那軍廚絕高不出惡言 對不對 所以我們大委員 抱歉跟他說 但是我們現在才可以說 周習偉回來就是要再除山海了 可以去打好的館長 可以去抓零的館長 這種館長回來絕對 馬英九這次就有這個了 但是我們看 馬英九會舒服 其實怕你要找出來的有材料 幫你馬英九背書的時候 真的有能力的人 不知道有法度 結果全找一些阿薩布魯的 你看 他說 行政院的經國每一個部會 如果他完全在做算 跟他整幾個月 每一個月的公國議選 就三四千萬了 這些錢開出去 十幾天都在公國 公國馬英九做什麼做什麼 行政院做什麼做什麼 公國還要給北線 覺得奇怪 每天電視盤那麼好 如果我們生活越來越壞 錢越短越少 所有的福利都沒有 還是跑到哪裡去 是從財團的庫徒去 還是對你馬英九叫這個團隊去 所以怕你 人家說 六搖豬馬 你叫建林心 怕你一個執政黨 在執政的過程當中 這三年了 你都要拿這個團出來 給北線去看 但是這三年 如果你拿沒辦法出來 整天 在那一星過在早總 早總就是無意的 沒有標準 拿香對白 這樣北線 對這個政府 怎麼可能有信心 所以 現在這段時間以來 我們一世紀在觀察 爹無分當成人物 人無分 客家讓人 一世紀都改變了 大家生活改變 為什麼 因為台灣已經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大家是一個去了解說 到底這個執政黨 這段時間以來 對北線的幫助到哪裡 如果沒有幫助 他自然改變 他投票的健康 對 我們今天看到 雖然 以前 南部 都是比較外面進黨 但是 現在這些人 他的信心更健康 對中部 以北來看 大家都了解 國民黨之前的官司 大家都調 大家都調查買 沒有一個做得好 做得好 沒有長期 現在還要把馬英九準備好了 還準備好了 馬英九 一個人 一個人才在背書 經理就是 拿馬英九的無靈 背書利益 所以 我們看到這段時間 日本人的 全軍 他的心態的改變 大家了解說 其實 政治人物在台上說的是一段 但是 最重要 你自己實質的感覺 到底是如何 我們今天 農民的照顧 絕對不是水災夠了 去那補紅包 剛才 剛才主持人家說 老婆 他去那補紅包 沒關係 逛去台東 去那看農民 沒有他去那補紅包 補紅包自己來這樣 對不對 你看這補紅包 水災 拆整個禮拜也不下去 為什麼 那補紅包要算計 對不對 好不然會計到那補紅包 我不是來的 現在知道 財政中了 對啊 但是你怕你這樣 以前知道 農民的生活這麼難 你應該做雙關的農業 配套 你的價位農業在哪裡 台灣農民是很會做的 做什麼 什麼都大出 但是問題是 我們的政府不可以 你沒有製造 種在農產品 把你賣出去 沒辦法 他有過三小的過程 做很好的管理 這就是這個政府 最失敗的地方 好 稍後回來 我們聽聽觀眾朋友的看法 現在民進黨 已經把這個決戰點 從濁水溪 已經挺進到大安溪 那接著呢 會不會再往前 往北來走 然後挺進北台灣 到底要用什麼方式 延續這樣的氣勢呢 我們稍後回來 聽聽觀眾朋友的看法 馬上回來 可以 我想ling 阿民 你看 阿蜘 我